大家好,我是连连 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学习一款英文字母 小写A的勾枝方法 线材我选用的是四股牛奶面 以及2.0毫米的勾针 接下来我们从A的底部开始勾针 首先手边几针 接下来勾针六个爽针 然后返回倒数第二针锁针上 开始编织按顺序勾针五个短针 1号完成 锁一针翻转字片 第二行按顺序勾针五个短针 五个短针完成之后 我们锁一针 将线剪断 接下来再重新起线 首先锁边几针 然后勾针十个锁针 接下来返回倒数第二针上 开始编织 挑后半针 按顺序勾针九个短针 第一行九个短针完成之后 我们锁一针 翻转字片 第二行第一针 我们要增加一针 勾针两个短针 后面按顺序勾针七个短针 最后一针 我们要增加一针 勾针两个短针 锁一针 翻转字片 第三行第一针 增加一针 勾针两个短针 后面按顺序勾针九个短针 最后一针 增加一针 勾针两个短针 第三行结束 然后我们要连接鸡片 按顺序勾针 五个短针 锁一针 翻转字片 第四行 我们按顺序勾针十七个短针 最后一针 我们要增加一针 勾针两个短针 第四行结束 锁一针 翻转字片 后面的第五行至第六行 大家根据图解上的中枢 进行勾针 第六行 第六行完成 锁一针 翻转字片 第七行 我们按顺序勾针 六个短针 六个短针完成之后 最后一针 我们要勾针一个 两针并一针 第七行 我们要分开勾针了 锁一针 翻转字片 接下来第八行至第十三行 大家根据图解上的帧数 进行勾针 十三行结束 我们锁一针 将线剪断 接下来我们勾针另一边 首先控制个针母 一二三四 第五个针母 我们重新起线 将线勾出 再锁一针 第一针 我们要勾针一个 两针并一针 后面按顺序 勾针七个短针 第七行完成 锁一针 翻转字片 接下来第八行至第十三行 大家根据图解上的帧数 进行勾针 第十三行完成 水针 翻转字片 开始勾针 第十四行 先按顺序 勾针七个短针 最后一针 我们要增加一针 勾针两个短针 然后锁四针 连接纸片 第一针 我们要增加一针 勾针两个短针 后面按顺序 勾针六个短针 十四行 结束一共二十一个针目 接下来我们锁一针 翻转字片 第十五行 第一针 我们要勾针一个两针并针 后面按顺序 勾针十九个短针 十五行结束 锁一针 翻转字片 后面的第十六行 至十七行 大家根据图解上的帧数 进行勾针 十七行完成 锁一针 翻转字片 第十八行 按顺序 勾针五个短针 锁一针 翻转字片 翻转字片 第十九行和二十号 每一行各勾针五个短针 二十号完成 我们锁一针 将线剪断 然后重新起线 将线带出锁一针 第一针 第一针 我们要勾针一个两针并针 后面按顺序 勾针九个短针 最后一针 勾针一个两针并针 十八行完成 水针 翻转字片 后面第十九行至二十行 大家根据图解上的帧数进行勾置 字片的部分完成后 接着开始拼接 拼接的顺序 先拼接内侧 再拼接外侧 一针对应一针 勾针短针 在每一个外侧的直角位置上 我们要增加一针 勾针两个短针 其余位置正常勾针 拼接中途 筛入填充棉 好了 英文字幕小写A就完成 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